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装修款是怎么比例给到装修公司的 是按照什么时间给,大概给多少 大崔今天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 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买卖的 我给你装修我是要挣钱的 所以说我就按照我是怎么给业主要咱们装修款的 我们签订合同之后 一般当天或者说业主当时手头没有钱的话 可能隔几天就给到我们的装修款的首期款 首期款我们一般定在65% 就是您所有款项的65% 然后给完了之后呢 我们进行施工,施工到中期 中期指的是如果说您是半包的情况下 是木工掉完顶之后 您需要给中期款 中期我们定义呢是33% 然后干完活之后 整体半包完事之后 就是说所有粉刷乳雕西 我们把给你清理干净了 这个场地清理干净了 我们撤厂了 然后您进行验收 验收完7天之内呢 给到2% 这样的一个款项 如果说您做的是全包 涉及到全包材料 比如说您买瓷砖的钱和买定制家具 这属于一个大头的东西 需要全款给的 这是我们做装修的一个费用问题 有人就会 在评论区肯定有人说 大碎你是不是黑心老板 怎么做 为什么先给这么多钱 所有啊 基本上所有市面上的装修公司 都是按照这样去给定的 啊 这个呢 装修大家考虑的就是一个信任关系 啊 你对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信任的情况下 也有很多 就是说给装修完了之后 不给钱的 一直拖着 一直挑毛病 房子啊 这个说实话啊 大碎盖了这么多年 每套房子做完之后 你要真的是吹毛求疵去挑毛病啊 这东西 它不是一个成品的东西 它不像你买一个手机 是吧 它都是按照生产线来生产出来的 它多少 可能都会有一些瑕疵 但是如果说这个业主又干完了啊 又耍不赖 是吧 你到时候天天给他要账钱玩 会耽误很多事 尤其是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有那么多活排着干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这个心分到去要账 所以说大家呢 就是说你只要签订这个装饰公司 就尽量去信任 要么你就不要 先不要去跟他签订合同 因为这是一个装修 我跟大家讲 装修起码是两三个月 要跟他接触的一个时间 你不信任他 就是说你就不要再找他就行了 信任的话就就让他去做这件事 拿您的钱给您做事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装饰公司 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来做的 好了 今天的角度啊 就是按照这个中立的角度 大家看看你们那边是怎么给装修款的 我来催 关注装修每个细节